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到这个基本面大环境的这些各种不利或者坏消息的影响 这个最近股市走得比较温吞一点 但是万民哥觉得其实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个样子了 这个上半年的经济成长率能够达到5.5% 其实也还是不错了 这个你有没有想到其他国家对于这个数字来讲 他们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所以大家对很多事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万民哥觉得这个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充满了希望 这个如果没有希望的话 投资起来一定是格外的痛苦 那万民哥言归尊战 跟大家分享几条这个新闻 第一条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美国跟欧洲最近出了一些小小的这个矛盾 这个大家都知道数位科技的出现形成了很多或者新的这个托拉斯形态 那他们透过科技上的优势啊 在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相对不利竞争的或者差距的这种 歧视啊 那会对很多小企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从美国到欧洲啊 现在各国啊 甚至于我们中国都是这样子啊 平台经济很重要 但是对于这些互联网啊 数据科技公司的监管啊 也很重要啊 特别是欧洲啊 欧洲在过去二十年啊 全球数位科技的发展上啊 相对来讲啊 这个比较落后啊 包括他们的平台 包括他们的这些技术啊 大部分都是靠美国的 或者靠其他国家啊 提供的这种平台跟服务啊 所以欧盟啊 这两天啊 对于任何数字科技啊 新的这种创新出现的时候 都抱着比较谨慎的态度啊 那欧洲呢 最近跟美国有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啊 就是欧洲指委会啊 这个主席 彭布莱恩啊 任命了一个欧洲反托拉斯委员会的 一个高级经济学者啊 那这个经济学者呢 叫做啊 这个费奥纳莫顿 我们看这个照片中 右边这个啊 戴了个眼镜啊 一个学者形象啊 不错 他的确是个学者啊 他在这个美国耶鲁大学啊 任教啊 那研究的或者他的专长呢 就是反托拉斯法啊 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美国的司法部工作 他在司法部 美国司法部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负责啊 美国司法部底下一个 反托拉斯委员会里面 啊 这个委员会里面呢 有一个50个经济学家 他组成的这个专门委员啊 然后协助政府啊 进行各种反托拉斯的 这种诉讼的调查 那他在这个50个经济学者之中呢 位居二把手啊 等于是这个负召集人啊 权力相当大啊 那过去啊 他的这个学术著作呢 也是集中在 反托拉斯的相关研究上面啊 那在专业上绝对没有问题啊 所以呢 欧盟执委会呢 才会任命他啊 作为欧洲反托拉斯 委员会的这个高级顾问啊 那美国人啊 出任这个职位呢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这个等级非常高 但是呢 任命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 出现了麻烦啊 法国人公开站出来反对啊 而且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啊 反对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呢 他是一个美国人啊 用一个美国人要来去 来协助欧盟监管这些 这个大型的数位科技公司 避免他成为社会经济的开门人 适合吗 啊 因为被监管的这些公司呢 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 全部都是美国公司啊 欧洲人会觉得不太淡定啊 这个新闻呢 最近呢在欧美的这个媒体上 对不对啊 这个吵得震天驾响啊 这个马克龙这样子一出来喊的时候 那很多人呢 纷纷表示意见 而且啊对这个费奥纳 莫顿过去的这个所作所为呢 就进行了深挖啊 发觉他这个人的记录不好啊 虽然专业很强啊 那记录呢是受到大家怀疑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媒体的报道啊 XUS Lobbyster Fioscopal Modem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费奥纳顿呢 曾经替美国的游说团体当顾问 那这个美国的游说团体呢 专门帮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呢 向美国国会游说啊 那因为美国国会的这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立法啊 就是可以制定了对于大型科技公司啊 监管相关的法令 第二个呢 他们有权利召开听证会议啊 请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呢 就社会大众还有议会呢 所关心的监管问题呢 提出说明来啊 那这个费奥纳莫顿呢 就当这个游说公司的顾问啊 那这个游说公司呢 又协助这些大型数位科技公司呢 怎么样的逃避监管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 这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 这个莫顿呢 去偷偷的当这些游说公司的 这个顾问的事情呢 这个东窗事发以后呢 人家问他啊 也有人去问这个游说公司 游说公司这个主管的回答是 说他们能够任命一个耶鲁大学 在反托拉斯方面啊 研究 深具权威的这个费奥纳莫顿呢 当顾问呢 予有荣焉 那在这个话一讲上去的话 就在美国引起了鲜然大波啊 而且这个美国很多团体啊 就批评 费奥纳莫顿啊 这个在欧巴马当总统时代啊 虽然欧巴马总统啊 口口声声的这个宣称 要严格的执行反托拉斯法 但是因为莫顿加入了司法部 反托拉斯这个委员会里面 经济学者的这个 这个委员会里面重要的这个工作啊 就负召集人 那反而让这些大型的 这个数位科技公司呢 有效的逃避了这个 美国相关法令的这种监管啊 不断的这种做大啊 完全达不到效果 那甚至于呢 有美国的啊 这个相对来讲 比较左派的人士啊 那他们有一些看法 他们认为啊这个 呃 当年特朗普总统之所以 能够啊当选 其实要拜费奥纳莫顿之士啊 为什么呢 因为费奥纳莫顿呢 形成了大型数位科技公司的 这种垄断跟托拉斯集团化啊 那结果呢 就造成了美国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啊 不平等的结果呢 就让啊 这个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特朗普呢 借着推翻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呢 当上了美国总统啊 这个替美国带来了很多很多麻烦 那更要命的是啊 这个费奥纳莫顿呢 又被人家挖掘出来 他还担任苹果跟亚马逊的顾问啊 有几职的顾问 你拿了人家的钱 结果呢 你还负责去调查 人家是不是有垄断行为啊 那这个就引起争议了啊 所以有人问莫顿呢 你怎么可以去当苹果 或者亚马逊的这个 这个顾问呢 这个莫顿回答也很有意思啊 他说这个苹果啊 这家公司让我觉得非常舒服 所以我就去当他的顾问了 所以美国人去查了一下 谷歌曾经受过调查 这个脸书受过调查 但是苹果没有接受过调查 亚马逊也没有接受过调查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 金权利益交换的话 那大有文章 但是呢 这个欧盟这个执委会里面的 反托拉斯委员会的负责人 马格里特 就是也是一个女的 这个表示呢 对不对 他不会重新考虑 他们对费奥纳莫顿的人事任命 也就是坚持要用这个美国人 帮助欧盟进行反托拉斯 这个相关法令的这种监管 来跟执行 你就晓得晓看 你就不难理解 这个民主政治有的时候 对不对 还是会撞墙的 那很多人就问 这个到底 这个欧盟执委会 为什么那么坚持费奥纳莫顿 这个大家一致认为 费奥纳莫顿是代表美国人的利益 那现在的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这个秘书长冯布莱恩 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媳妇 虽然他是德国人 他当这个欧盟执委会的秘书长的时候 很多人就认为 他维护的不是欧盟的利益 而是美国的利益 那洪布莱恩下台以后 听说要去接北约的秘书长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职位的利益交换 那还得有大有文章 这个是现在欧洲 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欧盟高级职位的任命案 那将来会有什么发展 那会对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产生什么样的联谊呢 我万民哥觉得还非常的值得观察 那讲这边呢 万民哥想跟大家这个千拜托万拜托 就是大家如果看了我们的平台 特别是新的观众进来以后 觉得还不错的话 不妨呢 对不对 加个关注 加关注以后大家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个视频上 本来是绿色的关注 它会变成黄色的一个框框 一个方形的猩猩 里面有个猩猩 你再点开的话 就可以加进 加入我们这个核信鼓勒费的粉丝团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看 万民哥在这边画一个黄色的圈圈 这个是核信天津分公司的 这个公司的logo 你只要点这个位置的话 对不对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底下有很多视频 可以供大家观赏或者选用 那同时呢 万民哥在这边呢 跟大家画一个框框 红色的圈圈 里面有个公众号 里面有个公众号 核信鼓勒会 你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对不对 那就会进入我们核信 这个鼓勒会里面的百宝箱 里面有很多这个盘后的分析 可以供大家选择 希望大家呢 能够踊跃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跟我们一块互动 那大家如果觉得 还不想加入粉丝团 也没关系 动动你的小指头 把我们这个平台呢 跟亲朋好友 这个七大妈什么六大姑的 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相信呢 透过平台的互动呢 对大家的投资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万民哥 跟大家千拜托万拜托的 哇 谢谢Buro 送出的这个粉丝灯牌 加入粉丝团以后 可以这个点一个粉丝灯牌 这个给我们一些鼓励 给我们一些热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新闻 就是美国现在全美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这个拜登总统失智之外 就是得了这个老人失智症之外呢 就是美国好莱坞的大罢工 大罢工是什么人参加呢 就是美国好莱坞的演员工会 演员工会的英文简称叫做SAGFTRA 那演员工会有多少人呢 16万人 那演员工会除了 作曲家协会 也公开支持 作曲家协会 作曲家协会 有多少人呢 听说也有好几千人 那演员工会的这种大罢工呢 除了作曲家协会 表示支持之外呢 还跟好莱坞的编剧协会 也合流在一起 美国好莱坞的电影电视编剧协会 有多少人 有一万人 加起来大概就是十七八万人 大家你看看 音乐制作的也罢工 演的 扮演各种角色的演员也罢工 编剧也罢工 那他们三者会匯聚在一起呢 有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人工智能 那针对人工智能 这个影响到自己本身工作权的 这些好莱坞的从业人员呢 最早发难的是五月份的时候 万民哥在节目中讲过 是好莱坞的编剧 电影电视的编剧从业人员 这些人员万民哥讲过有一万多人 那进入六月份以后 演员工会也加入了 那演员工会的加入啊 他其实啊 刚开始还不是针对人工智能 还不是针对人工智能 他是针对什么 薪资太低 那很多人觉得 好莱坞的演员薪资怎么会低呢 你看那些大牌的这些演员啊 对不对 动辄年薪啊 就是年收入啦 就是千万美元 甚至于汤姆克罗斯呢 去年还有一亿美元的收入 都打破了纪录 那演员工会 这些演员怎么可能会没钱呢 外面可以告诉大家啊 这个演员工会绝大多数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演员啊 生活都相当拮据啊 这个根据 美国法令的规定 你必须年收入超过 两万六千四百七十块 收入的最底线以后呢 你才可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 那美国十六 美国好莱坞的演员工会里面呢 十六万人里面呢 只有百分之十二 达到了这个标准啊 十六万的演员里面呢 只有百分之十二 大概呢 一万八千多人呢 年收入超过 两万六千四百七十块美元 那他们的时薪是多少呢 时薪呢 是二十七点七三美元 大家会觉得 二十七点七三美元 也不少啊 每天八小时 你这样沉下去 你不是这个应该生活上也没有问题 大错特错 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啊 他跟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不太一样 有活干的时候 他就按时计价 没活干的时候 他就在家里蹲 或者协助老婆呢 带孩子 那要不然呢 就帮隔壁邻居呢 割草整理花园 赚外快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 美国的那个洛杉矶附近的那个好莱坞 外民哥去过 外民哥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好莱坞里面 好莱坞附近的那个餐厅里面 每一个餐厅的服务员啊 男的帅 女的美 我这感觉全美国最漂亮的 最帅的人 都跑到好莱坞附近的餐厅 当waiter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后来明白了 因为这些帅哥美女 在好莱坞的餐厅里面 当waiter 每天跑来跑去 帮人家端盘子 负责收账 有个好处 能见度非常高 你如果在厨房打工的话 你永远可能看不到客人 但是你当服务员 或者当领台的 那就不一样啦 那随时可能呢 去接待 这些著名的导演 著名的编剧 著名的制片人 著名的这些大明星 那你一旦解释这些人以后 你就有机会呢 进入这个好莱坞的圣殿 去赚大钱 当大的电影明星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真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啊 去美国观光啊 到这个西岸 反正洛杉矶很多华人嘛 亲戚亲朋好友看看以外 请他们 带你去那个好莱坞附近 吃顿饭 你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 真的 但是呢 那边吃饭真的 也比较贵一点 这个是讲实在话 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 好 那我们回归到正题 那演员工会 还有编剧 还有音乐制作人 一罢工 那就必须 有人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谁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然是老板嘛 那谁是老板呢 就是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人 或者说这个发行商 比如说迪士尼 比如说华纳营业 比如说哥伦比亚营业 他们的这些代表人 出来跟他们谈 谈了几个月 薪资的问题啊 其实还好解决 待遇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都可以用钱解决 那突然出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AI 人工智能的出现 这些演员越谈 越不对劲 发掘他们的工作机会 正在被人工智能给取代 你看看音乐生成技术 语言生成人工智能 还有影像生成人工智能 这些搞下去的话 还需要演员 还需要编剧吗 还需要音乐制作来拍电影吗 这个电影公司 弄一个Chat GPT 在家里头就可以拍电影了 拍出来的电影 跟真人演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些演员工会 的演员啊 制作人编剧都不干了 这个要把这个事情 先交代清楚 你用人工智能 因为人工智能要学习嘛 你如果用我们演员 用我们编剧 用我们的这个音乐 去进行学习 创造或生成出来的 这些产品 属于谁的 属于谁的 对不对 汤姆克罗斯很厉害 没关系啊 我用人工智能 对不对 把汤姆克罗斯 所有的电影啊 对不对 都看一遍 这个人工智能 他的影响 影像生成技术呢 也可以根据 他过去看 汤姆克罗斯的电影 对不对 生成一部新的电影 那麻烦了 麻烦了 对不对 要把这个事情 给交代清楚 所以有人讲 现在好莱坞 面临的困境 就像是 这个去年 在好莱坞 在美国热卖的 一个电视剧 叫做Black Mirror 就是黑镜 这个电视剧里面 讲的呢 就是现代 现实社会的人 跟未来 虚拟世界的人 的一种互动 一种冲突 它凸显的就是 人跟现代 型科技之间的 紧张关系 这个活生生的 在好莱坞上演 外民哥相信 类似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 国内或者其他国家 相 这个相关的产业 我接下来可能 最大的麻烦 也就是印度宝莱坞了 这印度人这么聪明 又会搞鬼 还很会搞诈骗术 切的GPT 对他们来讲 太有用了 所以外民哥觉得 这个影像 这个语言 或者音乐 深层科技 或者人工智能 这个最大的市场 应该是印度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 也是跟人工智能 有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人工智能 蓬勃发展 赚钱赚最多的 叫英伟达 他卖那个GPU 每个人工智能公司 就买他的晶片 对不对 或者去买英特尔的 这个CPU加速器 来强化自己的 这种算力 还有这种规模 这个他们最赚钱 那将来 他们能赚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但是呢 根据 美国相关研究的 机构的这个 这个预测 其实将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电力 外民哥在节目中 讲过高科技的发展 最后呢 制胜的关键点 不是芯片 是能源 是电力 你能不能有足够的电力 供应这些高科技公司 发挥他们的优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外民哥昨天 看媒体有报导 这个他把美国 这个美国 美国现在 从2014年到2030年 企业用电的状态 去做了一个基本调查 就2014年以后 大家可以发觉 这个电力到2030年 都不断的增加 用电量不断的增加 但是企业本身的用电量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图上面 这个灰色的这个区块呢 其实增加的非常有限 就传统企业的用电 非常有限 传统企业的用电呢 包括各种工业 提供这种员工啊 或者从业人员 所需要的照明啊 或者维生生活 需要的这些电力啊 这个甚至于生产 的增长非常有限 这在美国啊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蓝色跟白色的 就属于什么 算力中心的用电 算力中心的用电 那算力中心的用电 又分两块 这个蓝色的这一块呢 是说他用电的地方呢 跟原来的办公室 是合在一起的啊 就是算力中心跟公司 是一体的 那白色的这一块呢 就是单独成立的 就企业之外的专业 这个所谓算力中心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比较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用电啊 可能都用在算力 工数据中心 使用啊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啊 左右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 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 从2014年啊 企业啊 它本身的用电 占整个行业经济中 用电的比重啊 一直在缩小 传统上啊 但是呢 那算力中心的用电 一直在增加 所以任何国家 要发展大算力 数据中心 要发展人工智能 啊 决胜的关键因素 都是电力 能不能充足的供应 而且外民哥讲过啊 这个电力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啊 这个稳定安全啊 有保障啊 不能够动不动就停电啊 电压要非常的稳 那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配比 43%用在Service 用在伺服器上面 那43%呢 另外43%用在什么 Cooling 就是冷却 还有Pow-Pow-V-G 就是电力的供应上 占43% 那有11%用在什么 用在储存器所需要的电力 啊 所以算力中心呢 伺服器啊 进行运算的 还有储存器啊 进行储存的啊 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用于冷却 还有整个 这个 供电系统啊 它的比重 大概是这样分配 那真正network 互联网上面 所使用的电力呢 只占3% 啊 那外民哥在看 帮大家再找一张图是 2010年到2030年之间啊 这个美国整个 用在电脑算力方面啊 他们的 这个增长状态啊 你可以发觉啊 这个成倍数成长 所以将来的电力啊 还有对于能源的需要啊 它的数量是非常非常的 龐大的啊 你说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我们国家 一直强调啊 这个东处西算啊 因为数据的产生 大部分都在沿海 东部 经济发达的地区 但是能源的供应呢 大部分都在西部地区啊 所以呢 要透过互联网 透过这个特高压的 这种电路啊 把东部所产生的数据呢 拉到西部去进行运算 然后呢再传回到东部来啊 形成全国呢 能源的一个平均分配啊 那这个时候你的算力中心 就有两种啊 一个是跟企业本身在一起啊 比如说阿里巴巴 它的总部啊 是在这个杭州啊 所以杭州有阿里云的 这个数据中心啊 但是呢 贵州的大展里面呢 对不对啊 也有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啊 两边呢 要相互搭配运用啊 形成一个 遍布全国的算力产业啊 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特色啊 老 老球 老球谢谢 8218 这个谢谢 谢谢支持啊 这个 大家如果什么觉得 讲得好的话 多点鼓励啊 讲得不好的话 也请大家给我们这个批评指教 那接下来呢 外民哥跟大家 再分享一条新闻 这是一个小趣闻啊 什么小趣闻呢 就是昨天 股民老胡啊 又讲话了 其实老胡天天在讲话 天天把他 进入股市以后 这个 收入减损的状态呢 对吧 相关的资料都塞给大家看 昨天外民哥看了一下子啊 他呢 总共呢 有20万的资产 那到目前的账面上呢 是赚了957块钱 但是昨天呢 因为股市不好 单日呢 减损了620块钱 他这个有感而发 他说 我还是希望自己在 3200点左右的时候 多补一些仓 就是他认为未来 这个股市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很大机会 所以到3200点附近的时候 他想多建一些仓 适当的增加仓位 但是补仓看来也是技术活 就是输到用时方恨少 这个老胡呢 平常写文章 修理人啊 这个争扁时事 对不对 那很有一套 这个也写了很多 筷子人口的这些著作 但是呢 投资股票呢 他还要重新来 而且他发觉 这是一个技术活 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 发现是技术活以后 那就想办法 增加自己的技术能力啊 所以外民哥 还是拜托 我们平台上的观众朋友 还有粉丝啊 他如果认识古民老胡的话 就请他一起来加入 这个核信古乐会 这个每天看看财富零距离啊 相信对他增加自己的技术能力 应该有一定的帮助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也可以上我们平台啊 买这个不同老师啊 他们所推出来的这个线下服务 不管是赵万平 不管是周战报啊 等等等等的 那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能够啊 参加这个 什么浅荣二班啊 去上上这个浅荣心力量啊 学学啊 这个余老师的深浅战略啊 那如果你这些通通都掌握的话 这个技术活就难不倒 股民老胡了啊 这是外民哥一点感想啦 这个在外面呢 对不对啊 从来没有买过股票 一进来以后才觉得 投资股票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过程中呢 要慢慢学 那怎么样呢 能够把自己的学会降到最低 所以投资股票的学会 最主要的就是 投资私利赔出去的钱啊 降到最低的方式呢 就是充实自己的技术能量 跟相关的知识啊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新闻 也跟能源有关系 就是石油到底够不够用 很多人认为 新能源时代将来石油的需求啊 一定会越来越少 那没错 但是那是未来市 可能是2030年以后 在2030年 32年之前根据 OPEC 它自己的调查 这个人类石油消费的最高峰 应该是出现在2032年了 之前呢 石油基本上呢 还是一个必须的 或者说是 目前人类所使用 所消费的最大工业原料 那最近有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的原油 乌拉尔的石油呢 出现了涨价的苗头 那表示呢 这个石油供需市场啊 相对还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去年底啊 这个美国跟欧盟啊 跟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所采取的新的经济制裁中 就有一条 就是你欧洲国家 可以用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条件 是俄罗斯的石油 必须被压抑在 每桶60美元的cap 这个帽子之下 这个顶之下 超过每桶60美元以上的话 不接受 但是现在问题大了 根据万米哥所掌握的资料 昨天呢 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呢 这个涨到了每桶60.7美元 而且呢 发现一个事实现象 这个蓝色的是北海布伦特原油 黄色的是乌拉尔的这个石油 他们两个的价格差距在收窄 这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乌拉尔石油便宜嘛 所以买的人多 那谁买的最多呢 印度人买的最多 平均一桶的一天呢 要进口300万桶 进行链市以后呢 对不对 再出口到欧洲 所以这个印度人 这个比较贼一点 就是从俄罗斯买石油 链成成品油以后呢 卖给欧洲去 这个最新的价格呢 来到了63.24 这个2022年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 采取特别军事情动以后呢 最高的时候 乌拉尔的石油 曾经涨到 每桶99.99美元 那这个事情呢 就反映出来 这个国际原油的供应 还是相对的比较紧张一点 这个万民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那个巴菲特 他一边呢 成立了一个波克夏能源公司 主要的就投资新能源 什么光伏啦 什么风力发电 那另外呢 还包括核能发电 当然也有传统的燃煤啊 跟天然气 但是他现在主要的重点呢 都放在 新能源上面 或者再生能源上面 另外一点呢 他还单独去 直接投资 西方石油公司 那很多人都觉得 他为什么那么看好石油公司呢 那人家所强调的 就是一个长线布局 我们再看一个新闻 就是昨天啊 彭博社报道了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能源部决定回购 在今年底之前 回购300万桶原油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俄乌冲突白热化以后啊 从去年开始啊 这个拜登就加速的变卖主产 这个为什么石油价格涨啊 怎么把它压下来呢 因为石油价格一涨 美国通过膨胀 对不对啊 那问题就来了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战备石油 不断的放到 放到市场上去压抑油价 所以呢 到了今年六月底了 美国的战备石油存量 只有3.468亿桶 那最高的时候是在2009年 那个时候呢 有7.16亿桶 也就是现在 美国的战备石油储存量啊 还不到最高峰的一半 你要知道 美国的这个 战备石油储备啊 大概是从上个世纪 197年代以后 石油危机又开始建立起来的 它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要储备 可以供美国人 两个月使用的原油 那每天大概一千万桶 那如果呢 两个月就六十天 那至少要六亿桶 甚至于更高一点 但是现在呢 只够用二十多天 所以无论如何 要开始进行回补了 要进行回补了 但是现在美国能力部 有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钱啊 墨油钱啊 现在石油每一桶呢 大概是七十四到七十五美元 根据西德州原油的 这种价格来看 那当时释出去的 释放出去 被这个拜登败掉的 这些主产里面呢 平均他们的储备成本 是二十九块美元 二十九块美元 你现在要回补 每一桶要用七十五块美元 把它回补进来 这个金额非常大 现在美国能源部 据说到年底之前 只有四十三亿美元 可以用来回补 也就是说 能不能达到三百万桶 还不知道 这个四十三亿美元 原则上可以回补六百万桶 但是跟美国去年国会 要求它回补一千二百万桶 来讲已经差很多了 那现在呢 这个四十三亿美元呢 全部用在回补石油的话 勉强可以到六百万桶 但是呢 还有其他开支 如果石油在因为回购的结果呢 造成大涨 那就完蛋了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更要命的 彭博社做了一系列的报导 他认为现在美国的 这个战备石油的这些设备 老化得非常严重 你现在如果把石油灌进去以后 可能会漏光 可能会漏光 美国的这些战备石油 储存的地点 大部分都在墨西哥沿岸 那他的当初的设计呢 就是放进去取出来 放进去取出来 只能有五个周期 你一旦放进去拿出来 放进去拿出来以后 超过五次的话 就会加速设备的老化 那拜登长期挪用 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造成战备石油的亏空 对于美国战备石油 储存的相关设备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消耗 所以即便现在你找到了 三亿多桶石油要再放回去 那可能也放不回去了 放多少可能会漏多少 而且会造成安全的隐患 那这就凸显一个问题了 就是美国石油的供需啊 其实基础是相当脆弱的 那随时可能呢 一旦需求出现 暴增供给出现 这个压力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这个价格上的波动 你就不难理解啊 为什么巴菲特 只要西方石油公司的价格 股票价格一跌 他就买 你就知道了 这个作为股神啊 作为投资大师啊 他考虑的问题啊 可能不是我们一般 小老百姓所能够理解的 但是呢 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接下来呢 还有我们啊 这个平台上的老师 跟大家做五间解盘啊 下午呢 还有俊荣老师 跟美丽的主持人林宏啊 这个搭配啊 和大家陪大家一起看盘啊 这个不要离开我们平台 希望继续给我们支持鼓励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拜拜